董事長 你聽說要噴什麼快篩設計嗎 有啦 今天早上 肯定所有卡到的 說那個四季要噴 但是要等分配 新聞看到心慌慌 跑到離帳辦公室 詢問的民眾不斷出現 指揮中心祭出類普篩政策 要來防堵基隆疫情 不過怎麼執行 執行長王必勝 跑了兩趟基隆 也還沒有答案 這個還在討論中 因為這個東西做下去要 計畫要完整 這個思慮要周詳一點 首長還在討論的同時 20萬份快篩試劑 已經送到基隆市 初步規劃透過民政系統 或學校社團進行分送 不會強制要篩檢回報 里長也都接到了意願調查 實務上操作 也是希望說能夠配一個 專業的護理人員 他們操作的也許不夠實在 然後會有導致尾陽啊 尾音的問題 然後再造成民眾議論紛紛 表示最好要有專人 來衛教結果才不會失准 對比起普篩用高敏感度的PCR檢測 報告還沒出來前民眾不能移動 類普篩的家用試劑 有未陰性可能 只能抓出病毒量高的確診個案 不過要找到所有隱藏黑術 相對有困難 避免他這些高病毒量的隱藏病感染者 在進入這些我們看到 不容易口罩跟社交之旅維持的 這樣的情境感染的這些場所 儘管類普篩有沒有用 還很難說 不過比起傳統的篩檢要排隊群聚的風險 方便快速的家用試劑讓大家一起篩 也方便比對出哪邊是疫情紅區 八大新聞和平李松元采訪報導 以往向公衛教授口中 不亦保持社交距離的場所 像是基隆夜市好像就是其中之一 但現在呢 以往的人潮卻已經看不到了 臨日來基隆單州確診人數破百的影響之下呢 在確診個案最多的基隆信義區裡面 很多店家已經乾脆暫時休息 而知名的基隆廟口 以往每到了星期五的下午 就是現在這個時刻 早就水泄不通 不過今天透過鏡頭 您看到幾乎沒什麼人 休息車換零件 一樣的工作業績 卻比幾個月之前掉了好多 在基隆確診數最多的信義區 不少店家已經直接受到衝擊 至少掉三成有了吧 原本就已經有掉了 然後這一波又再掉了 一定有掉了 營業時間卻拉下鐵門 不到一周時間 基隆確診個案 累計超過百人 連知名的小吃店都受到影響 馬上迎來四天的連續假期 不過基隆受到這一波疫情的影響 現在就連最熱鬧的 基隆廟口夜市 攤商也都紛紛擔心業績 因此受到影響 不斷噴灑酒精 等待客人上門 以往每到周五中午過後 廟口夜市就開始湧現人潮 現在卻稀稀落落 眼看四天連續假期的業績 就要落空 希望是可以好一點的 對 那現在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不太美好 它乾淨啊 要有衛生啊 要有衛星比較好 就每一組走都擦一次這樣 對啊 業者擔心防疫又要升級 生意真的會撐不下去 對此指揮中心回應 目前防疫跟經濟雙軌並進 開放腳步不會停下 未來整體來講 我們大體就是 開放的腳步是向前 那經濟防疫的模式 我們是堅持 陳時中掛保證 會讓經濟大步向前 但對疫情紅區的 基隆商家來說 短時間內恐怕很難 感同身受 八大新聞和平李宗媛 采訪報導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